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汉字呢 是这个黄 黄这个字啊在加国文里面 你看这个字啊它叫黄 对这个黄这个字啊 试图有多种解释 管理不相一致 有的人问是什么呢 这个当中这个部分 是代表太阳 刚刚从东方出来的时候 太阳的颜色是一个黄层层的 厚黄色 这个当中是一个诗 叫这个箭头 意思是说这个太阳从这地方慢慢的升起了 太阳落下的时候也是黄色的 有的人认为这个字就是代表太阳刚刚升起 或者太阳落下去 也有的人认为 古人射箭的时候 用滑腻巴 就上面涂了一个圆圈 这个箭是射 那就是这个滑腻巴 涂到一个中心呢 就是这个靶子 射箭的靶子 这是第二种说法 第一箭中解释是什么呢 认为这是一个 因而免除 生小孩 不小孩 所以你生出来了 这又是一种说法 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 不管哪一种说法 他其中读一个黄 为什么呢 生小孩有什么黄呢 因为影儿刚刚出生以后 所谓影儿黄胆 身上光处出来 身上都是黄的 所以中国人就是黄种人 这黄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这是一种观点 这个黄的意思呢 由于是画下显明的祖先 都是什么在黄和纽约 黄后经常翻了 谁也是黄的 翻了以后 大家都是黄无的 都是空的 黄后翻了成灾嘛 所以大家就空掉了 没了 黄又没有的意思 还有一些人 正像一个鸡蛋一样的 掉到鸡上一打 这个黄是黄的 你看完蛋了 黄了 表示事情完全掉了 所以这个黄 就表示一个事情 不顺利 不成功 失败了 有这么个意思在里面 中国的十足 是黄的 黄的最多是什么 是个女的 女的祖先 也就是说 最早最早的外婆 所以对这个字的解释 是 走中多样的 所以这个呢 提供给大家 一个参考 下面呢 我来把这个字的写法呢 内容之后 大家一起分享 在这个文里面 一段是这样写 这是一块写法 第二块的写法呢 它写的这样 这儿少了一横 和这个字比 第三块的字 它这样写 还有一个 这下就这样 现在这一款字和这一款字 就可得够在哪里 你看这个啊 稍微出来的头 这个没出头一点 把这个位置稍微离中一点 这两个字 应该基本上是写法 是差不多的 在经文里面 这个字呢 它是 像这样 这是一块写法 这是一块写法 写面第二块写法呢 先是这样 这个三米和这三米就不一样了 底线我现在见 嗯 第四块 现在这个 第四款呢 这个是呢 上面写的这样 上面写了个纸 底下写了一个火 第四块写的这样 正因为这个字写法各式各样的 所以那些素材的认知也是各式各样的 它在这个小砖里面的写法呢 基本上它就是 接下来经文 这样的写法 小砖它写的这样 小砖的花 像是这样 历树里面 那个死撑背 前后的喵背 它就是这样写 前后的喵背 它就是这样写 它这儿写了个甜字 它写的这样 所以这个字呢 在那 这个开树里面 它有一对字 它就写成这样 这是各个素材家的西红 这边的故事 就是这样写的 作词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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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关这个华这个字 还有一些衍生意 请参考下面的短文 好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